海灣顧問團 那麼節目當中 我們現在還是持續 帶大家來掌握到 那麼現在院計會議開不成 王建民院長說 他自己找草野學商 來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在立法院裡面 外面的人只是越來越多 今天天氣雖然不好 但是畢竟今天星期五了 很多學生是沒有課的 集結人更多的情況之下 這個問題 這個僵局何時能解 我們請在現場的主播王毅清 先帶我們來關注 來自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毅清 好的各位觀眾 我們透過畫面 可以看到立法院 現在的學生聚集的狀況 而不少的學校老師 今天都來到這邊 在現場進行 這樣的一個授課開獎 而我們看到的學生 今天在下午的時候 還是有很多人守在這邊 而在稍早的時候 立法院的外牆 也已經有學生 拿著梯子上去噴漆 而這個噴漆上面的字 他們噴上了 當獨裁成為事實 革命就是義務 他們在噴上 這樣的一個字句 來表達他們反服貿的訴求 不過我們也看到 在這幾天當中 學生所提出的訴求 希望能夠在今天中午 能夠得到政府方面的回應 不過我們看到了 這個院記會議 在後來是宣布要延期的狀況之下 學生代表在稍早的時候 其實也有對外做出回應了 他們表示說 由於馬總統沒有回應他們的訴求 他們決定要繼續抗爭 而在這今天傍晚六點的時候 學生團體 學生代表呢 他們也將會召開記者會 下一步該怎麼做 現在呢 他們也會有一些計畫在零定當中 而目前在整個這個場外跟場內呢 我們看到在場外的部分呢 其實這個聚集的情形呢 氣氛是相當平和的 雖然天氣是有一些冷 不過大家還是席地而坐 而不少的這個學生 不管是從中南部上來的 或者是老師 他們在這一個戶外的部分呢 有機會他們是上 就是到來到了這個中央喔 跟大家來闡述 大家對於心中的一些看法 而要稍後有知音狀況 我們會隨時再帶您來掌握 把時間還給黃麗 好的 我們謝謝我們的主播黃毅清 也前進來到立法院的現場 先來告訴大家的場外 現在最新的情形喔 面對整個到底逃攏喔 大人們要怎麼來解決 目前看來還是看不出一個方向跟結果 但是學生有學生自己的看法喔 所謂的點來早就過去 再來要怎麼做喔 我找到林老師 事情發展到現在 我們該怎麼看下去啊 OK 我想我從兩個角度講好不好 第一個我這樣講 剛剛竹條審查這個部分 竹條審查部分其實剛開始聽到 比如有人用了四個字眼來講 竹條審查的含義就是要黑槍作業 我一聽到黑槍作業 就是不讓對方竹條審查的 這個時候概念的時候 聽到字眼一定是感覺不好的 這就是我覺得在 反對人士做文權最好的方式 可是重點是 黑槍作業裡面竹條審查 到底要怎麼樣竹條審查 像我剛剛聽到會委員這樣講以後 我不沾在哪一邊 但是我客觀的分析 當一個父母 小時候我去領壓稅錢 結果父母把我的錢拿去說 我幫你好好操作未來 我要每一塊錢說 你怎麼幫我花 你怎麼幫我花 你這樣花我不對 這樣我只看短視 我的目前怎麼花 而沒有看到這個錢 花了以後可以創造 未來都立即的時候 我就沒有底線的 不准你也不給你錢 我覺得台灣這樣的 竹條審查會有問題 我從小被教育說 小心一點 長大以後 跟白痴 跟神經病不要談話 也不要談判 那長大以後 我發現還有一種不能談 就是有智慧的對手 假如你的對手 是非常有智慧 而且他跟你就是 完全用敵對方式 重點是他沒有底線的時候 就算我要足條審查 我都不敢足條審查 因此我以前也做過主管 當我做主管的時候 有一些政策 我覺得是為整個系上好的 可是一定會商及部分的 系上的老師學生 我這時候要隱匿一些事情 我必須做 除非人家看到我 就是不良善 我只要本著良善 我只要看到這個領導團員 是良善 當然他能力可能不太夠 我覺得魄力不太夠 可是我覺得他夠良善 我就叫go for it 要自反而說 雖千萬文吳王毅 我講一個道理 兩年前 洛貝爾獎給了誰 非常重要 一定要聽著 10月14號 和平獎是給歐盟 但10月15號的 隔天經濟學論會獎 給誰 哈佛 夏普利 還有 這優協爾的Roth 兩個人是在做 比較社會文學的 賽局理論 不是NASH 1994年賽局理論 他是合作賽局 什麼意思 那是為了歐盟 歐盟區的歐元區 大家都為了自我自己利益 反對大我自己利益的未來 只為了強我自己利益 跟各位報告一下 當大家不合作 每一個小我自己利益 再維持自己小我自己利益 大我自己利益 就無法維持 這時候整個大我就完了 但是如果聯合維持大我自己利益 將來的小我自己利益 就有辦法維持 我現在一個重點 逐條審查對方的底線 如果是可以談判的 我覺得一定要逐條審查 而且要講清楚說明 就像我剛剛試一下聽到 我們局長的劉委員講的說 半小時一個像 我們廢委員這樣上去做文宣做說明 我覺得沒有說清楚講明白 這是一個問題 可是還是 其實我們不管是學生帶動 他號稱帶動的所謂的人名 可是他們要的底線是什麼 要怎麼樣才叫說清楚講明白 據我所看 以上的情況是 永遠說不清楚 也永遠講不明白 因此如何逐條審查 這是一個 我來跟大家報告 多報告一分鐘 陳行賣搶了去 要去主持 要去審查 結果呢 這個民進黨的立委 前一天晚上就霸占主席臺 上禮拜的事 全部霸占主席臺 等到我們 張慶忠委員排案子的時候 他們也霸占主席臺 我不知道這個 到底是要幹什麼 哪有說 你當主席 你霸占主席臺 不讓我們講話 我們當主席 他也霸占主席臺 也不讓我們講話 我真的不知道 他講白了 他們是打假球 是假審查 真悲閣 如果現在立法院 聽委員這樣講 藍綠之間的一個互動 是這樣的模式 今來 這個就是一個黨 不夠聰明一個黨 真的很壞 現在要怎麼辦 總要拿出 還是要拿出辦法 來面對所謂的 很壞的政黨運作模式的話 我們決政黨拿不出方法 來解決 我應該這樣看 我覺得 這裡面 學生為主體站出來 他們也厭倦 像剛剛大家講的 不管是藍跟綠 也看到了一個叫虛偽 因為在過程當中 民進黨也丟出了一個說 逢中必反的 這樣子一個民調 也有人在談說 他到底是反真的 還反假的 還是跟北京表態 這個表態裡面 不只是國民黨要表態 民黨某種程度上 也要表態 沒錯 所以他其實佔領的本身 後面是對兩個黨 對政黨政治的本身 是持否定的態度 那所謂的人民當家 人民做主 當然現在大家在這裡面講說 他到底代表誰 是不是只有代表他 那可是 對於所謂藍綠的亂象 我想有很多人也是反對的 就像剛剛講的 講來講去 每次打每次吵每次吵每次打 好像就這樣不了了之 然後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必須回來問 像聶老師這樣講 執政黨有這麼大的一個權力 我們大家都知道 馬總統是最大權力的一個總統 可是會搞到現在 包括要全面性的去攻擊陳秀玲 陳秀玲是一個台大 陳秀玲 對 陳秀玲 那你一個國家機器 這麼大的一個機器 現在用一個人 他一個人可以抵擋千軍萬馬 然後好民意今天也發表了一個 說我們是荒野當中的小草 我們的民主怎麼樣怎麼樣 那為什麼他可以說 馬英九不是賣台 而是滅台 當這些人站出來 以一擋擺的時候 大家回頭問 如果你真的對大家這麼好這麼好 剛剛講了什麼各我小利大利 這些人他不是知識分子嗎 我想他都是社會中間 然後是各種領域當中 我們知道他能夠發言的人 這些人出來反對 一個國家機器 這麼大的一個機器 完全沒有辦法抵擋這些 好了 我們看到了輿論界的這些代表 出來做這樣的一個發聲 完全沒有能力去做辯護 這也是非常奇怪 而且這個事情 去年6月25號 經過社會這麼多事情 他該做的事情 應該都沒有做完 所以今天這樣的一個反對 當初的反對力量 今天還是如此大的反對力量 而且佩然墨資能域 他創造出更大的一個反對力量 為什麼會把去年該解決的問題 拖到今天照理說應該一點一點點 或是分進合集 早就應該把它全面性的這樣 一點一點點都應該處理完 不是 他今天創造出更大的一個反對能量 而這個反對能量 讓大家看到 可能對於這個國家 要有更大的失戀 這個動能下去 你不要小看這些學生 他是升級 一化的一個未來 在今年選舉當中的一個一化的 一個社會運動的升級 今天這一關 這些老頭子 我講難聽點 這些執政的 這些在野的老頭子 通通被這些小朋友完成這樣 未來這一年當中 去看好了 這個動能是更進步更可怕的 他要的就是發電機 他要的就是充電器 透過充電器 透過發電機 跟你們這些人 腦袋想的不一樣 你剛講了 你為什麼不出來開記者會 你看他們動不動就開記者會 我們下一步要幹嘛 我們下一步要幹嘛 他像不像一個井然有序的小政府 像啊 他是不是能夠把所有的物資 都搞進來 像啊 他像不像有組織的 像啊 那為我們的政府 這個國家大激性呢 為什麼攤在那裡 完全拿這些 不動才不得 沒有辦法 所以民進黨也算是真的是 被他們牽著鼻子走嗎 有這麼簡單嗎 好 那現在我們說到 那現在 不管現在在立法院 內外的這些 學生們是怎麼樣來運作 怎麼樣繼續給政府來施壓 但顯然就是 你不足夠審查 我也不審 甚至學生會告訴大家 我根本不要服帽 台灣能夠不要服帽嗎 郭老師 政黨是利益當事人 當然 費委員剛剛講的都是事實 民進黨有一些小惡 小惡 可是這個是政黨的計算 結果民進黨 結果國民黨那麼急 馬英九都說 六月再處理都來得急 那國民黨急著 就做了一個大惡 這是政黨互動 可是問題是這個問題 不是只有政黨在互動 剛剛竟然講到鄭秀林 好民意 他們有什麼利益上的計算嗎 他們就是真的擔心自己會受害 為台灣著想 所以當這一些論述 你沒有辦法跟人家 理直氣壯的辯護 比如說我那天看到四大智庫 執行長站出來支持福茂 為什麼沒有人敢上電視 你們這些人在幹嘛 我講白了 而且還點名 台中院 中金院 台經院 你們裡面的人在幹嘛 經濟部 卓士昭 市長主導這些人 做學界的辯論 你們在幹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要分兩個層次了 如果是我們要看立法院內部 那就是兩個政黨在競爭 都有自己的利益在考慮 民進黨如果做一些 不太好的動作 小二 你讓他這樣繼續兩三個禮拜 你認為輿論會站在哪一邊 所以我說這種事情 就是要看比較長一點 就是如果民進黨 真的都一直這樣霸佔主席台 你認為社會可以接受嗎 不能 一定不能接受的 那就是回來 是不是真的可以逐條審 這裡就回到要測驗國民黨 所以我常說有時候是 誰做過當誰就輸了 比如說陳其邁那個 一宣布開會就散會 然後張慶忠又霸佔主席台 那如果國民黨那天也是退 那那個就是民進黨過當 可是張慶忠那天做了一個更大的惡 變成你過當 現在學生進來了 那學生現在的訴求又有點過當 他說要退回 重彈 現在連竹條他都反對 現在輪到學生過當 所以現在就變成是 民進黨跟國民黨 怎麼樣避免過當的情況下 來達成原來朝野協商的目的嘛 好所以原本朝野協商 一旦被推翻 所以現在火燒成這個樣子 所以劉委員 您剛講嘛 逐條審查贊成福茂 但是逐條審查 但是現在對整個巡視看來 解鈴人還是解鈴人 那個人還是馬英九總統 沒錯 我想馬英九總統是掌握最大權力 所以前天他講說 一定要在六月過福茂 我覺得 叫做提油啊 救火 更糟糕 是不是 現在剛才 郭文委員講到一個部分就是說 是誰讓張清宗做這樣的決定 事實上在國民黨黨內 的黨團會議的時候 是有兩派的 一個是視環則緣 一個就是說 不要夜長夢多 不要夜長夢多的人勝了 勝了以後就決定 就這樣幹 我必須 我不是民進黨 可是我知道民進黨 早就料到會這一招 如果由張清宗坐在主席台 民進黨也不去做適當動作的話 他照樣宣布 我們禁送院會處理 一樣 那個時候更具有法律的證據性 因為怎麼樣 所有錄音都錄進去了 現在立法院的議事處 是沒有錄到音的 所以所有的法律程序都沒有完成 完全是不合法 所以我必須講說 這個都過去了 我們不要再討論誰錯 現在說誰能夠解決問題 我認為現在能解決問題 是說是不是滿久總統 你能夠把國民黨的黨員 立法院重新召回來說 我們是不是再來協商一下 你們有沒有勇氣 來跟民進黨做正面的討論 如果可以的話 人數多嘛 你到處沒一條審 你每條表就贏了 你還可以 如果真的對中小企業不行的話 你還可以加上一些鎖鏈跟鑰匙 為中小企業把關嘛 來幫助中小企業損失降到最低 可以做到的 滿久總統 我是你的好朋友 好 我們待會兒就繼續來看 其實這要做不是不能做 但是現在我們的每天節目 都提供很多的方法 但是為什麼現在都動不談不得 所以真的是 總統把自己給幫死了嗎 我們待會兒回來 我們待會兒 我們待會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